欢迎收看王帝讲电影,我是解释王帝 今天王帝给大家讲一部 2019年横扫奥斯卡多项重量级大奖 并且是首次获得金总旅奖的韩国现实题材电影《寄生虫》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老宋一家四口,生活在狭小的半地下室 老宋年过半百,当过司机也打过工 老妈年轻时是女子练球运动员,还拿过银牌 哥哥小帅考了四次大学,还没考上 妹妹绘画天赋极高,但并无用武之地 一家人目前都没有一份正式工作 只能靠给披萨店者包装盒为生 这其实就是韩国底层人生活的现状 穷人即使有能力,也依旧在底层 困顿的生活让全家人的手机都欠了费 收发消息,全靠蹭地面上时有时无的WiFi信号 甚至给地面消毒的来了都要蹭一下 家里的蟑螂堵死没堵死不知道 这一家老小却是被熏得够呛 晚上,醉汗在窗外又吐又尿 一家人却没有人阻止,就连喊一声也不敢 小帅的同学敏赫看到,则大声制止 敏赫和小帅是同一届的学生 不过目前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 这次来是有求于小帅 并送来一块象征财运的石头 敏赫在给一位朴姓富豪的女儿做英语家教 并且十分想靠炮上这个高二的妹子一步登天 不过最近他要出国做交换生 就想拜托小帅,替自己去做家教 顺便照顾一下这个叫多慧的妹子 而敏赫那么多大学同学不找 偏偏找小帅这个复读生 用意自然就是等自己回来 方便一脚把这个又穷又没学历的踹开 当然这些他不可能对小帅讲 而是美其名曰,信任小帅的人品 很快在艺术天分极高的妹妹帮助下 小帅伪造了名牌大学证书 随即小帅打扮光鲜的来到了朴姓富豪的大别墅 朴太太如敏赫所说 是一个既年轻又单纯的漂亮太太 她没有看小帅伪造的证书 光凭她是敏赫介绍来的就成功了一半 又观摩了一下小帅的授课过程 就爽快地录用了 而小帅也没辜负敏赫的一片好意 第一堂课就挖了她的墙角 将补习班妹子多会的心俘获了 朴富豪家还有一个好动的小儿子多动 多动喜欢画画 但作品却过于抽象 小帅趁机捧臭脚说 这星星画的真艺术 朴太太则回答 这是自画像 小帅连忙原厂说 果然艺术家的思维普通人所不能及 听闻多动已经逼走了好几位绘画老师 小帅顿时灵光一现 说自己认识一位名校美术系毕业老师 他讲课方式不拘一格 一定适合令少爷 大家也能猜到 小帅嘴里说的名校美术系的老师 其实就是自己天赋颇高的妹妹小美 不过即便朴太太再傻白甜 还是有些信不过 谁知小美说自己主修艺术心理学和艺术治疗 并且蒙对了多动 一年级左右受过心理惊吓 说自己可以用艺术治疗多动 把朴太太唬得一愣一愣的 于是顺理成章 小美当上了多动的家教 此时朴富豪刚好回家 别让司机下班时顺便送小美一程 司机在路上频繁搭讪小美 并执意要送小美回家 小美担心身份暴露 于是也心生一计 偷偷将内裤脱下 故意露出一点藏在了前排座椅下 然后在地铁站下车了 第二天 内裤被后排的朴富豪发现 并将内裤带回家给老婆看 两口子脑补了一场 司机和不明女人 在他们车里进行车震的大戏 朴富豪被恶心够呛 没想到司机是这种人品 而且内裤那么大 怎么会掉在车里忘了拿走呢 难道是两人当时嗑了药 精神恍惚 事情越想越严重 这种人坚决不能留 于是叫老婆随便找了个理由 炒了司机的鱿鱼 小美则趁机说 自己大伯搬去芝加哥 她的司机刚好空闲了下来 而且老司机稳重 还没那么多事 朴太太一听就又中计了 她太过信任演技爆炸的小美 毫不犹豫地同意让司机来试车 从这里不难看出 韩国社会的部分症结 富人办事多数信奉 受人推荐和裙带关系 几乎断绝了没有关系 没有人脉 这类穷人前进的路 来试车的自然是 小帅和小美的老爹老宋 老宋以前在高端场所 做过泊车员 加上前一天去奔驰店 熟悉了朴富豪那款车的操作 把车开的那叫一个又稳又溜 于是老宋正式被朴富豪录用 当然一家三口都是用的假名字 也假装互不相识 接下来三人又开始研究 怎么将老管家赶走 然后顺理成章地把老妈弄进来 可老管家是前房主 著名的南宫先生介绍来的 他在这庄别墅待的时间 比朴富豪一家都久 想赶走他 必须要一个天衣无缝的局 小帅从多慧那里得知 老管家对桃子过敏 于是小帅将桃子的毛 隐蔽地挡在老管家身上 老宋又无意拍下老管家 去医院检查的照片 并在陪朴太太购物时 将照片给他看 称自己在医院听到 老管家对电话那边的人 说自己得了肺结核 怀疑他不想失去工作 隐瞒病情上班 等到朴太太即将进家门时 小美再次偷偷将桃子毛 撒在老管家身上 果然朴太太一进家门 就看见老管家在捂着嘴巴 疯狂咳嗽 老宋最后完美助攻 将番茄汁撒在老管家用过的手指上 拿起来给朴太太看 朴太太为了一家人的安危 不得不约谈老管家 找借口把他也解雇了 几天后 老宋递给朴富豪一张高级名片 上面是一家叫顶级管理的公司 当然接电话的 依然是伪装了嗓音的小美 朴太太这几天做家务早就烦了 就这样 家里最后一位成员老妈 以管家的身份 顺利地入住到了朴太太家中 一家四口表面装作不认识 私下里又小动作不断 仿佛在庆祝阴谋得逞 可小儿子多动无意中的一句话 把老宋吓得半死 他说老宋和老妈身上有一样的味道 还好朴富豪和朴太太没有起疑心 自此以后 一家四口就开始用不同牌子的洗衣 但那种相似的味道 却怎么也摆脱不掉 或许那是地下室的味道 或许是底层人群的穷酸味 在这样一个警卫都有上百大学生应聘的时代 老宋一家四口都找到工作 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偏偏这个时候 醉汉又在窗外小便 找到自信的小帅和老宋 气势汹汹的就上去了 两人肆意对着醉汉泼水 姿态仿佛凌驾于醉汉之上很多倍 多动的生日就快到了 朴富豪一家要带着多动出去野营 老宋一家正式开启了寄生虫模式 他们住主人的房子 用主人的浴缸泡澡 在客厅里开轰趴 果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此刻老宋一家 穷人的猎根张显无遗 期间外面电闪雷鸣 下起了大雨 门铃突然响了 老管家又回来了 他不知怎么得知了 朴富豪一家出去野营 剪断了房子周围的监控探头的线 然后偷偷地来到了门外 结果老管家一进屋 就直奔地下室 并在地下室的储物柜后 打开了一条密道 密道深入地下 里面竟然还藏着一名中年男人 原来四年前 前房主南宫先生搬走后 朴富豪一家没搬进来之前 老管家为了帮助丈夫躲债 就将他藏进了这间密室 然后每两天给丈夫带吃的进来 四年来从未间断 密室是为了躲避北朝鲜进攻 和上门催债所修建的 里边还有控制外面灯泡的开关 用来在紧急时刻传递摩斯密码 出于羞耻心 上任房主并没有告诉朴富豪密室的存在 四年过去 追债的还没放弃 老管家只好祈求老妈 继续帮忙送吃的给丈夫 可这么荒唐的事 老妈怎么可能答应 二话不说 掏出电话就打算报警 结果躲在拐角楼梯 偷听的老宋三人 不小心掉了下来 小帅下意识地叫了老宋一声老爸 老管家闻声 瞬间明白四个人是一伙的 随即用手机将这一幕录了下来 现场的形势立刻来了180度大转弯 刚才还摇尾起连的老管家 在抓住了老宋一家的把柄后 态度立马强硬起来 他将很久没有呼吸新鲜空气的老公 扶到客厅按摩 老管家丈夫手中的手机 就像北朝鲜的导弹发射器一般 吓得老宋一家贴在墙边高举双手 一动不敢动 生怕他手一抖 把视频传给朴太太 不过老管家夫妇得意忘形 一走神的功夫 被老宋一家抢走了手机 老管家夫妇也被制服 可要命的是 朴太太此刻却打来电话 原来是雨吓得太大 录影取消了 一家人正在返回的路上 朴太太让老妈 准备多动爱吃的乌龙面 再有八分钟他们就到家了 这个消息如雷鸡鼎 众人顿时像受了惊的虫子一般 老宋小帅 慌张地将老管家夫妇捆好 扔进了密室 小美手忙脚乱地 收拾客厅的轰趴现场 然后躲在了茶几下 朴太太一家准时进屋 刚好乌龙面也煮好 期间地下室的老管家差点冲出来 结果被老妈不动声色地 一脚踹下了楼梯 老宋三人想趁朴富豪一家上楼时 溜出房子 结果被突然出现的多动打乱了计划 三人只好抱团躲进了茶几下 多动因为没有露营成功 不甘心 决定在外面的草坪 体验一把雨中露营 朴富豪和太太不放心而自 决定今晚在沙发睡 好在他们没有打开客厅的灯 没有发现眼前茶几下的老宋三人 朴富豪奇怪 沙发上怎么会有老宋的味道 还说偶尔搭地铁也会闻到那种味道 茶几下老宋实在想不明白 那是什么味儿 随后朴富豪和朴太太 在沙发上做了一些少而不宜的运动 还让朴太太穿上小美留在车上的那条内裤助兴 从两人的对话中 老宋发现 朴太太虽然表面光鲜单纯 但竟然也是一个吸毒的隐君子 两人睡着后 老宋小美和小帅终于有机会逃走 三人通过车库跑出了别墅 然后冒雨奔回家中 三人回家的路是一段又一段向下的台阶 这些长长的台阶就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 无论老宋一家四口再怎么伪装 一回到家就被打回了原形 更可悲的是 由于暴雨连续不断 老宋所住的半地下室已经被烟大半了 屋内到处是漂浮的家具 马桶在不停地网出喷污水 小美绝望地坐在马桶上抽烟 她已经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如果她是漂浮豪那样人家的女儿 凭她绘画的天赋 或许早就变成了艺术家 可惜她不是 小帅发现 敏赫送给自己的象征财运的石头 竟然飘在水面 石头是假的 真相就是如此残酷 水位还在不断上涨 最终将房子完全淹没 老宋三人被安排进了政府临时搭建的救助站 另一边 老管家因为被老妈一脚从楼梯踹下来时 撞到了头部 经过一夜无人救治 死亡了 老管家的丈夫用头疯狂地敲击摩斯密码求救 但能看懂的 只有是同军的多洞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小孩子的话 第二天 小美收到朴太太的邀请 要在花园给多洞开快闪生日宴会 多惠则邀请了小帅 作为司机的老宋自然要来帮朴太太采购 回家的途中 朴太太似乎也闻到了朴富豪所说的老宋身上的味道 小帅这边还在和多惠在房间里调情 可小帅看着下面从容的人群 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老宋和朴富豪扮成了手持斧头的印第安人 计划在小美端蛋糕出来时袭击他 然后被正义的印第安多洞打败 小帅这边已经带着那块假石头来到了密室 为了保住秘密继续和多惠交往 他打算杀人灭口 结果刚下去 就被处在丧妻之痛中的老管家丈夫所袭击 最终管家丈夫意识到KO了已经头部出血的小帅 此时花园里大家正在愉快地开party 殊不知管家老公已经手持菜刀来到了众人背后 管家老公见到小美后 冲出来一刀插在了她的胸口 多洞直接被吓晕 老宋见状赶紧过来按住小美的伤口 老妈则和管家丈夫玩命 朴富豪大吼愣神的老宋交出车钥匙 他要送晕倒的儿子去医院 结果钥匙却被打斗中的老妈压在了身下 彪悍的老妈打赢了管家丈夫 可朴富豪拿钥匙时 一个舞鼻的动作彻底激怒了老宋 他感觉自己深深地受到了上层阶级人的侮辱 不受控制的老宋持刀抱起 将刀用力插进了朴富豪的心脏 随后在所有人惊呆的表情中逃走了 最终小美和朴富豪管家丈夫当场死亡 小帅因为假石头的原因并没有死 而是被多惠送到了医院治疗 但因脑部受损 总是控制不住地笑 法院宣判老妈防卫过当 小帅伪造证书侵入民宅 养人都被判缓刑 杀人凶手老宋则不知所踪 世人最后也不知道 这起杀人案的动机是为何 富豪别墅杀人案最终成了一个谜 后来别墅被不知情的德国人接手 小帅经常会爬到山上 用望远镜观察房子 直到夜幕降临 发现了一闪一闪的灯光石 这才发现 是老宋在给小帅用摩斯密码写信 原来 那天老宋通过车库 直接躲进了地下的密室中 而摄像头之前就被老管家破坏了 难怪警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老宋 老宋在新房主搬来之前 埋了老管家 然后吃之前存的罐头填饱肚子 等新主人来了后 就半夜去厨房偷吃的 就这样 老宋成了永远生活在地下的隐形人 他通过研究管家丈夫留下的摩斯密码本 每晚坚持控制电灯向外发送 终于在很久之后被小帅看到 小帅得知父亲的处境后 决定发愤图强 他将那块所谓的象征财富的石头 丢进了小河中 计划赚很多钱 将那状别墅买下来 等和老妈搬进去后 老宋就可以走出密室 重见天日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 和自己拥抱重逢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寄生虫是由凤俊浩指导 于2019年上映的剧情电影 并同时获得72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钟旅奖 以及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原创剧本 最佳国际影片 这四项重量级的大奖 可以说它是2019年度最优秀的电影 导演奉俊浩在影片中 对准的是两极分化 越来越严重的社会 有钱人越来越富 而穷人则被留下挣扎着生存 可以说 它用一种接近社会现实主义的风格 将社会贫富阶层的关系 呈现得如同一碗清水般透彻 而电影名寄生虫 则一语中逼 片中老宋一家所代表的 一类底层穷人的生活 就像无法见光的蟑螂一样 即便再努力地爬向富人的圈子 在被揭开表面的遮丑布时 也会迅速露出原形 慌张地逃窜 可只有生存在半地下室的穷人 是寄生虫吗 从表面剧情来看 电影中的寄生虫的确是老宋一家 他们不择手段寄生于富人家庭 甚至想象着靠小帅和多会的结合 实现阶级跳跃 可到最后时刻 老宋看到朴富豪再一次厌恶的舞鼻时 联想到之前多次被提到的穷酸味 原始的凶性被激发而出 用利刃朝着那资本主义符号的代表刺了过去 影片随即到达高潮 而在这时 寄生虫的另一层意思也浮现了出来 它不单是穷人的符号 也是那些富人的符号 如果说穷人是寄生于富人家庭 那么富人就是寄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垄断当中 这就是奉俊浩的高明之处 以穷人的寄生故事 带出富人的寄生事实 而将制度与人性关进笼子当中任人批判 更觉得是在最后时刻 小帅计算着 自己要多久能买到那栋大房子 以放出躲藏在里面的父亲 看似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事实却一定是 一切回到原点 穷人继续窝在地下室里 以虚无的幻想维系着生存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帝的解说就点个关注吧 王帝讲电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